在全红蝉初次踏上全国大赛的舞台时 他所遭遇的评判不公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面对同样的高难度动作107B 他的起跳已入水 既立落又充满美感 观赏性极佳 却意外地仅收获了76.50分 而另一边经验丰富的世界冠军张家琪 尽管动作与全红蝉极无二致 却凭借其过往的辉煌 轻松多得5分 首轮便独占凹头 这一幕深刻揭示了体育竞技中除实力外 明气与资历的微妙影响 对无全红蝉而言 这不仅是他首次亮相全国大赛 更是通往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个初出茅庐 看似不起眼的少女 没有显赫的背景 仅凭一枪热血与不懈努力 在这场比赛中大放一彩 这场比赛 不仅彻底扭转了全红蝉的职业生涯轨迹 更预示了中国跳水队未来格局的潜在变革 彼时全红蝉仅掌握五个动作 便被教练紧急执照参赛 初中或许只是让他观摩学习 未曾想 他借以惊人的表现 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 当跳水高手与媒体记者 原本镜头与话筒 几乎都被预定给了张家琪与陈玉逊 这两位夺冠热门高手时 全红蝉的横空出事 迫使所有人紧急调整计划 真相报道这位新星 此刻让我们共同回顾那场 2020年在河北举行的全国跳水冠军 赛季冬金奥运会选拔赛 见证全红蝉这位小将 如何从默默无闻到一战风神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 比赛的大幕正式拉开 首先跃入观众眼帘的是 来自广东的全红蝉 长途跋涉至河北 环境的骤变 似乎在他身上投下了一层 淡淡的紧张阴影 他的首秀 每一个动作都力求精准 入水角度也力求完美 然而裁判的打分去略显苛刻 76.50分 一个并不如预期的高分 让初当赛场的他或许心生疑虑 是否自己的实力还未完全展现 但在这份单纯的背后 是他未曾察觉到的 来自赛场无形的压力与挑战 紧随其后的是张佳琪 他以大将之风从容登场 同样的107B动作 张佳琪展现出了极高的完成度 尽管入水角度略有偏差 但这并未影响他获得 81.00分的高分 第一轮便稳稳占据领先位置 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世锦赛冠军陈玉希的亮相 更是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他的动作流畅而有力 起跳虽略显保守 但依旧获得了78.00分的佳琪 展现出了不凡的实力余地 面对首跳的第一番 全红禅必为选择沉沦 第二跳 他旁孵化身为水灭的精灵 一记经验全场的水花消失数 让所有人为之侧目 89.60分 这一跳不仅赢得了全场最高的分数 更让人们对这位年轻小将刮目相看 他的名字开始在观众心中 留下深刻的印记 张佳琪感受到了 来自全红禅的强劲挑战 第二跳 他以更加完美的姿态 和近乎苛刻的完成度 获得了91.20分的高分 仅以微弱优势领先全红禅 两人之间的较量愈发激烈 而陈奕西则在入水上出现了细微的偏差 但他凭借果断的动作调整 依然收获了83.20分 保持着对冠军的竞争力 第三轮 全红禅彻底找回了比赛的感觉 他的动作前进力了 无懈可惊 连裁判都为之动容 集体给出了94.05分的高分 相比之下 张佳琪在这一轮 出现了重大失误 入水时未能准确控制身体姿态 仅得56.10分 局势瞬间逆转 陈奕西同样未能把握住机会 失误让他仅获得70.95分 冠军的天平开始向全红禅倾斜 第四轮全红禅延续了良好的状态 反身动作轻盈有力 再次斩获86.40分 张佳琪不甘示弱 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又的挑战 94.40分的高分 让他重新燃起了夺冠的希望 陈奕西则在207C动作中超常发挥 94.05分的成绩 让他依然保留着一丝夺冠的可能性 最终决战来临 全场观众的目光 仅仅锁定在全红禅身上 他耳边响着教练的叮咛 不要紧张 就当在训练一样 他深吸一口气 再次施展出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水花消失数 91.20分 为这场精彩绝伦的比赛画上了完美的剧 张佳琪虽然选择了高难度动作并成功完成 但86.40分的得分 也无法撼动全红禅的领先地位 陈玉希则在最后一跳中出现了小失误 76.80分的成绩让他无缘冠军争夺 随着比赛的尘埃落定 全红禅以总分437.75分的高分问顶冠军宝座 领先第二名张佳琪多达18分 这一成绩不仅让现场观众惊叹不已 也让所有参赛选手深感敬佩 全红禅用自己的努力 和坚持证明了实力与年龄无关 从此全红禅开启了他跳水的职业生涯 他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属乌自己的传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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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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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